今天跟大家聊聊中国考古学百年间的发展简史 近代考古学大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 一进来就和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擦出了火花 关于金石学的介绍请翻阅上期视频 这也导致了中国考古学在发展初期 必然会有外国考古学家的参与和影响 然后才是一个逐渐本土化的过程 这种本土化是一种必然 是由中国古代遗存的自身特点决定的 西亚欧美古代遗存大多都是所谓的印遗址 就是以石头建筑为主 而中国都是土木建筑 属于所谓的软遗址 所以很多西方适用的考古发掘理论和方法 到了中国就会水土不服 需要进行修改 总之在西方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 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轨迹 就是从被动到主动 从附属到独立的过程 由第一阶段由外国探险队和学者的私自调查发掘 到第二阶段由外国主导的中外学术机构的合作 再到第三阶段中国完全独立自主的进行考古活动 在之前讲世界考古学发展简史时 曾提到过英法等国对西亚埃及 希腊等地的古代遗迹遗物的不规则发掘 破坏和掠夺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了20世纪初的中国 行江救墓的清王朝早就无力抵抗西方各国 和邻国俄罗斯、日本的虎视眈眈 一些政府支持或私人赞助的外国考察队 陆续从中国的西部边境和东北地区潜入 以考古调查的名义 对新疆、甘肃、吕顺、大连等地的古城址、古墓藏、石枯寺 各类珍贵遗物展开抢夺 虽然各国领队大多是具备很高历史文化造诣的学者 但所谓的遗迹考察和遗址发掘 多数还是不科学的 都和早期对待旁贝古城的粗暴方式一样 目的主要是寻找和抢夺文物 给中国很多千百年没有被触碰过的处女地带 带去了无休止的侵扰和无法挽回的破坏 比如英籍匈牙利人斯坦英 在新疆发掘时 由于沙漠地带的地层关系很难辨认 当时的地层学也还没有在田野发掘中 形成确定的规则 所以它所谓的发掘 并没有考虑到地层的关系 外国探险家惯用的手段 包括直接把壁画和雕塑切割下来 对大量的可移动文物 比如古代经卷、画本、写本、器物 直接城乡打包运走 有的只付了很少一笔钱 算是连哄待骗的搬走 比如斯坦英雇佣了一个中国师爷 叫蒋孝婉 用玄奘西游取经的典故 骗敦煌藏金洞的看守者 道士王源路 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他 大量的珍贵古代写本和艺术品 当时很多像王源路这样的中国人 因为文物知识有限 并不能意识到这些东西的重要价值 同时各国的争抢 也导致了文物和资料的分散 有些比如说敦煌藏金洞的文物 就曾被英、法、日、美、俄多国争抢 留在中国的反而很少 直到信息发达的今天 这些散失的资料都没有办法收集完整 严重影响了后续的研究进程 外国探险队涉足的地点和遗存 主要在新疆的图鲁藩、烟旗、库车、哈密等地 包括和田固址、尼亚遗址、丹丹乌里克遗址 楼兰遗址、高昌古城、米兰遗址 焦和固城、阿斯塔纳墓群、北亭都护府遗址等等 甘肃方面有敦煌千佛洞、汉代风碎遗址、黑水城遗址 以及各地石窟寺、陕西汉堂墓葬、汉代牧阳城遗址 四川汉阙与衙木、山东碑克画像石、辽上京等等 上面提到的每个地点都隐藏着一个个让人叹息不已的故事 这既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遗憾 也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必然 但同时也要提到的是 这些外国探险家和学者事后大多编写了详细的考察和发掘报告 有的会伴有写实的绘画、拍照和地图制作 这都是当时更先进的西方文明的产物 以当时清政府的能力是无法办到的 而且被运送到各个国家的古物 也大多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和保护 躲过了中国近代史上之后数十年的乱世和战争浩劫 我们如果辩证地看待这段历史 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20世纪20年代起 当时的北洋政府开始聘请一些外国学者 主持或参与中国的科学考古活动 或者直接与外国学术机构合作 比如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 就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 在北京周口殿发现了旧时期时代的 北京猿人遗址和第一颗北京猿人牙齿化石 在河南缅池发现了新时期时代的 养勺文化遗址 在甘肃青海找到了新时期时代文化遗址 还写了甘肃考古记忆书 奠定了中国新时期时代考古的基础 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 在内蒙古核桃地区采集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和生活在旧时期时代晚期 距今5万到3.7万年前的核桃人牙齿化石 又在宁夏发现了包括水洞沟遗址在内的 四处旧时期时代遗址 和写了中国旧时期文化遗址 奠定了中国旧时期时期考古学的基础 但其实外国学者的早期发掘 现在看来问题很多 比如因为安特申本人是地质学家 他在发掘时就习惯地用地质学中 划分地层的方法 按相等的距离划分地层 但人类活动产生的地层堆积 不可能是完全等距分布的 这种做法就一定会导致地层关系 和文物出土位置的混乱 安特申还把发掘出土的材料 不断运去他的祖国瑞典 前后共有400多箱 现在还收藏在乌菩萨拉大学 古生物博物馆 和斯德哥尔摩的东亚博物馆 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觉醒的中国学者意识到 独立自主地开展考古活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成立考古学研究室 金石学家也是后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 马恒任主任兼导师 1924年北京大学又增设了考古学会 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北大考古学会 在东京联合组成了东方考古学会 共同发掘了大连的皮子窝使签遗址 同年斯文赫定和中国学术团体 联合成立了西北科学考察团 北大教授徐旭生任中方团长 王文毕代表北大参团 在新疆进行考古发掘 发掘一直从1927年延续到1933年 经费由斯文赫定提购 王文毕在图鲁藩附近 调查发掘了之前外国探险家们 先后多次到过的地方 比如高昌古城 焦河古城 卡里木盆地周围的汉唐城堡 寺庙和屯树遗址等等 一批人类学和考古专业的归国留学生 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开始 逐渐加入到这些考古活动中 是中国考古学自主蹒跚生长的重要一步 之后的中国考古学 就是在这批早期考古学者的实践摸索下 伴随着地层学 类型学 和符合中国自身特点的 屈系类型学的确立 逐步发展到今天 1926年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清华研究院 联合发掘了山西下信新村遗址 美方提供了资金 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后回国的礼记 主持了这次发掘 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 田野考古发掘 1928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 傅思年任所长 下设考古组 随后他派甲骨学家董作斌 到安阳小屯村调查和试发掘 这是中国学术机关 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 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后来时局动荡 十余所经历九次搬迁 最终在1954年落户在台湾 就是现在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十余所第一任所长傅思年曾说 上穷必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前一句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 意思是上天入地 不遗余力 这就强调了考古学的重要性 历史研究从此以后不能再只是依赖文献 要依靠考古发现的实证 1929年 李济做了十余所考古组的主任 在美国 考古学常被划分到人类学下面 李济的专业就是人类学 而不是考古学 所以他最初对殷虚的几次发掘 也没有用到地层学的方法 同年 裴文中接替外国学者主持了周口殿一职的发掘 发现了那颗充满传奇色彩的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可惜的是 因为当时周口殿的所有发掘工作 都是美国洛克菲勒资金会资助 并和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合作进行的 所以出土的所有标本都存放在了协和医院 所有的人类化石都存放在两个美国人手里 在二战时神秘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成为历史悬案 1930年 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的异母弟弟梁思勇 从哈佛大学考古系留学回来 在十余所考古组任职 1931年 梁思勇在安阳市后港村 发现了养勺文化 龙山文化和英须小屯 三个上下相叠的地层 证明了这三个中原地区最重要的史前文化 在时间上的早晚关系 这就是中国考古史上最有纪念碑式意义的 后港三叠层 和我们之前视频中提到的世界考古学史上 验证了三七说的丹麦三叠层 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港三叠层发现后 中国田野考古的发掘就必须划分地层 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中层位学的形成 梁思勇从事考古一定程度上 也算得上是家学 他的爸爸梁启超除了搞革命之外 也对考古学很感兴趣 在1926年就发表过一篇 名叫《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文章 提出了发源自北宋的金石学 就带着近代考古学的成分 欧美的新方法、新技术 则是中国考古学今后的发展方向 能看出梁家的家学素养和前瞻眼界 1930到1931年 李济和梁思勇相继主持了 山东新石器时代 成子牙遗址的发掘 成果写成了成子牙一书 这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 夏奈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归来后 就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后来在北大考古专业和全国考古工作人员 培训班上讲授田野考古学的方法 坚持地层学的重要性 1948年 苏炳奇发表了一篇叫《瓦力的研究》的文章 成为类型学在中国运用的典范 1949年以后 暂时一度停滞的中国考古学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个明显现象是考古队伍的壮大 和实操性更强的田野发掘 逐渐成为考古工作的主流 1952到1955年 文物局、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合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培训出300多名专业考古工作者 同时期 北大历史系下创办了考古专业 就是现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前身 也是我毕业的地方 之后很多高校也陆续建立了考古系或人类学系 确保了专业考古人员的持续疏索 1975年 苏炳奇做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演讲 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考古学实践中 区域概念的重要性 根据考古发现来看 中国的古代文明 尤其是史前时代的文明 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划分出六个渊源和特征很不相同的区域 分别是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 以陕霞玉三省邻近地区为中心的中原 以山东及邻近地区为中心的东方 以湖北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 以江浙邻近地区为中心的东南 和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主轴的南方 他们原本是各自发展各有体系 被考古学家们美妙地比喻为满天星斗的中国考古学 后来经过夏商周三代数千年的融合 最终在秦汉时期才合并成现在我们所认识的统一的中华文明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在古都西安成立 之后有14个省陆续成立了省级考古学会 但也要提到的是文革期间一些极端分子 出于对封建社会的憎恨 又加上受到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一度出现了对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批判 给他们带上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资产阶级考古学的名号 类型学地层学一度被丢弃 被主观性很强的空谈历史的风气取代 丧失了考古学的科学性 这期间考古工作几乎完全停滞 直到文革后期才逐渐回到正轨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连续发展数千年不绝的文明体 不论是语言文字还是文献史料都一脉相承 即使像古埃及曾经有着辉红的古文明和古文字 现在也都不存在了 这也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要建立在考古学田野发掘基础上的原因 揭露地下世界复原真实历史 是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努力方向 至今已经建立了从旧时期时代到明清近代的完整发展谱系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从一个曾被质疑的口号 变成了证据确凿的信使 大家如果对中国考古学感兴趣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